台铁员工爆出了翘班争议 一名省信台铁员工 在过去负责的路段曾经发生过出轨翻车意外 陈主之后调职花莲担任劳安管理员 但是最近遭到民众踢爆 他不但上班常常状况外 甚至翘班跑去健身 周末加班也是代呼职守 却能够领加班费 民众痛批如果有突发状况 谁来负责呢 台铁表示已经立案调查 目前查到这名员工有五次矿植上健身房 还有11天报加班 要是情节属实将会以规定来陈处 身穿白色Polo衫的男子走进健身房 但明明正值上班时间却偷流出来健身 而他还是一名台铁员工 省信男子过去是台铁其他公务段的员工 但因为负责的路段发生过出轨翻车意外 被陈处后五月调职到花莲担任劳安管理员 负责设备维修及料件管理 但最近遭到民众踢爆 他早在十多年前就拿到劳安证照 已经跟不上现在的劳减规则 调到花莲不是状况外 就是消极怠惰 还多次被募集在12点午休开始前 提早翘班去健身 这五次我们会规定 以矿资论处 然后送我们考证委员会 做善机工作常守的艺术工作 更夸张的是 神信公务员常常周末加班 但其实是在房内看书准备升等考 待乎职守圈的领加班费 由于台铁近日状况不少 民众质疑要是有突发状况 来得及应对吗 都要利用礼拜六的时间出来 办理设备的维护工作 所以说审员 截至今天为止 应用出差 加班的11个工作天 台铁表示已经立案调查 全段的颁表都送往正峰市查核 如果情节属实绝不宽待 将以相关规定办理益处 记者存绩也会连报导